越来越多人喜欢到国外旅行时用无人机拍摄照片和视频 本地商业无人机用途也日益增加 有业者观察到近来无人机课程反应热烈 一些课程的报名人数甚至增加一倍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57旭的林绍华上个月报读无人机课程 她上了4天的课后参加考试 打算在之后到马来西亚拍摄公司的种植原地 去国外旅行时也可以拍摄不一样的视频 这家无人机训练学院的学生年龄小至7岁大至70岁 每月教导的学生人数从大约30人增加到60人 业者表示无人机分为休闲和商业用途 休闲用途只需上课学习基本飞行技术 不强制考试拿执照 但所有重量超过250克的无人机必须注册才能在本地使用 这家无人机飞行课程学院则指出 今年以来课程人数增加约两成 除了教导飞行技巧 安全意识也是课程重点 有些人是他们只是要一个 多一个portfolio在他们履历 所以对他们的个人的提升 特别是退休或者接近退休的人 我个人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业者表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无人机法律 大家出国飞无人机之前 必须先了解当地的条例 以免犯了法而不自知 新传媒新闻记者 图建墙报道